为特别提升企业地区教育组员 南市府搭造营地区重新育成基地 并且委託重新金融管理行业来经营 今年政治部和新亚社区大学合作 过后在市场委员提及各个议员的建议之下 正式参与 把整体的它的构想能够经营 然后经营得更成功 当它从营地毕业出去之后 就是一个很强的一个企业了 因为特别是云亚地在各方的帮忙之下 这几年来已经合作很多新充团队創职 这次相同的合作 可以说是共共联手 绝对可以带给在地面中 豐富的专业的课程 这次透过我们金发群的特长的帮忙 能够跟新亚社大来做这次的合作 我们一定会维持办教育公益的立场 我们也遵照我们市政府跟议会 在场地使用上跟资源分享的一个初衷 一起来办法好的教育资源 在我们的新营地区 甚至于我们整个台南市这边 来做一个共同的分享 这次要特别的感谢陈区长 还有市校长这边 愿意并定这个机会 来让社区大学 有机会再进一步的 在地方上能够扎得 特别是在地方创生 地方设计以及这个青创的部分上 我们可以有一个新闻局面的展开 新亚社大主任中文兵基础 社大主任 2005年 开办资金已经17年 大学期都有超过1000人来收客 这次很欢迎可以与中心行业合作 希望未来就会拿社区中心的学习来打拼 我们的新营地区 我们的新营彩虹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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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看